能转则转 那不能转 我们只要能做好速度和长度 因为真正你凑了球 能把对方给顶住的任务 他就是靠他的速度和长度 他的质量就已经出不来了 只不过你又长又快 如果说还很转的话 会容易导致对方直接就 可能直接失误了 对不对 你没有旋转 只有长和快 那你最起码过去的球 也能顶到人家 只不过对方可能没有一板失误 但是过去的质量 再让你多打一板打死他 也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就是多一步和少一步的问题 所以说不用去嫌麻烦 不用去嫌麻烦 好吧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 有助于提升机球质量的 在劈长方面的两个点 来大家理解的去扣个一 好不好 然后主播再去给你们讲讲 但劈长 我再怎么给你们讲 如何提升它的稳定性 因为相当于很多朋友们 在加质量的时候 无可避免就会涉及到 劈长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失误 非常容易失误的 我要教你们怎么去把这个命中率提上来 命中率提上来 对不对 你批长 你可能越想批的质量高 那你可能出去的力量速度就会越大 你力量越大 可能这命中率也就会越低 对不对 那我现在通过一个方法 去提升一下你们的这个命中率 首先第一个朋友们 批长 你们先不要去模仿 刚刚主播那种批长的形式 哪种形式呢 我基本上都是上升后期 还是偏上升期 一个快批的一个状态 是吧 它是一个快批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不是很建议大家 因为快批 对于这个拍行和你的手感 就各方面要求比较高 它不是说水平要高 对你的熟练度要求比较高 如果说咱们是作为这个 一约号者 刚开始可能批长没有这么熟练 你没有说达到你业余里边 你是顶尖高手的这种 你最好先从什么 高点期开始做起 看到吗 你最好先从什么 高点期开始做起 你看高点期 看到吗 高点期 再去搓 这个点其实是最稳当的 如果说我在比赛当中去搓的话 可能甚至高点期选择的 可能要比上升期更多一点 为什么 它稳当呀 失误少呀 我不可能说为了劈死对方一板 我冒着失误的风险 我可不像这个样 对不对 所以说你要想去批长 对吧 因为为什么呢 批长它是一个主动发力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借力的过程 对不对 那既然是一个主动的发力 包括像什么叫主动发力 像比如说挑打 挑打 对不对 包括什么 反而拧 反而拧 包括正手的前冲 对吧 包括反手的前冲 对不对 这几项技术 它都是一个什么 主动发力的一个技术 但凡是主动的发力 之前又给大家讲过 最好要在落台之后 选择一个什么 高点期 再进行一个出手 它就是一个最高点 那这个最高点呢 就是说建议大家 你们在练习辟偿 怎么能找最高点 先要有个停顿 先要有个停顿 如果说你机球点过早 泡满 这个点谁都错不上 水平再高 马龙来了 他也不可能各个错上 这个点没法错 太快太快了 我刚刚弄错 只是偏快 你们看看啊 我刚刚只是这么错的 我也只是偏快而已 在一个上升的后期 接近于高点期了 但是大家 你们用高点期训练的时候 你看 要先会有一个停顿 你看 一停 出手 你们看 我是不是有一个明显的停顿感啊 一停 出手 看到了吗 一停 出手 对不对 一停 出手 对吧 一停 出手 我不是这样赶着 我不是赶着去搓 我不用这样赶着去搓 没有这个意义 没有这个意义 你不用赶着去搓 你就要把节奏放下来 要学到一个什么停顿感 一停再出手 你看 一停 再出手 看到了吗 一停 再出手 你这样披着去的球 才能去稳 你的狠 只需要在你接住球之后 你的动作 你的发力模式 创造出来 它的质量就可以了 你要想要稳的话 那一定是什么 机球点越晚一点 越不容易失误 机球点晚一点 节奏慢了 你才不容易失误 你越强点 越赶着这个球去搓 去接的话 是最容易丢球的 所以说想要提升一个稳定性 主要就是把握好自己搓球的一个节奏 一个批长的节奏 哪怕这个球我找到了下降点也不要紧 朋友们 你看 我下降点也不要紧 也能搓 你看我等了时间长一点 我也能搓 对不对 高点期也能搓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你们练的时候 一定要从高点期和下降期开始练习 对于这个机球点 只需要学会到一个落台之后 有一个等球 这一个停顿感 你把这个停顿感找好了 你的这个接发球 不管是挫也好 拧也好 挑也好 整体的质量呢 它都能上来 它都能上得来 它的稳定性都能进行提高 咱们其实说对于 接发球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你的节奏 老把握的不好 基本上什么 节奏太快 没有节奏太慢 另一两个话 我们